大家好,我們現在來到台中的西區 我現在是在那個台中火車站 我們看到前面那個塔台中火車站 然後它是介於台中火車站跟五泉 五泉車站的中間 那這是一間那個透天一間怎麼講 屋嶺很新啊,它大概九年 九年的屋嶺,還不到十年 然後這個地點算是西區 西區大家知道很多都是一些老舊的透天或大樓 那這一間屋嶺比較新 然後有五房的一間透天 當然啦,因為這個是屋嶺比較新 所以價格上面總價會比較高一些 那這裡 這裡算是它的五樓了 這裡是它的五樓 那基本上這一間是可以拿來當神明廳的 這是第五個房間 樓上的一個頂樓的房間 那這個位置它是拿來當客廳使用 當然你要當裝潢起來做房間也可以 或者是神明廳也可以 那前面就是一個標準的陽台 剛剛我站的這個陽台 那這一間 它是大面寬的 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面寬還蠻寬的 面寬很寬,然後可以停兩台車子 可以停兩台車 是它的後院 前那個怎麼講 定樓 然後後面的露台 是在曬衣服的地方 這露台還蠻大的 而且它已經做好採光罩了 這邊擺了一個冷氣的主機 然後上面就是那個水塔 上面就是水塔 這有一個豎起來的體質 然後這間總價3280萬 3280萬聽起來是蠻高的 但是呢 如果你去比較其他西區 如果有五房的 五房的大坪數的滑下 也是大概也要將近這個價錢 那但是呢,這間 這間它是一間湊田 土地是自己的 然後不會有樓上樓下草的問題 然後離車站也近 接下來 它每一間房間都是套房 每一間房間都是套房 而且不會太小間 不會太小間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四樓後面的房間 它這裡有一個免治馬桶 這個衛浴其實還有開一個窗 還有開窗 通風還不錯 空間感也不錯 然後我們看四樓前面 它也是套房 也是一間大套房 然後乾絲分離的衛浴 這間衛浴更大 所以它做了乾絲分離 人家也有開窗 我看前面的陽台 這陽台是不大 就是一個落地窗 它平常其實 通常是不會打開啦 所以外面會可能有時候會激一些灰塵 現在比較新式的偷天很多都把這個陽台捨棄了 但是就會相對的就沒有落地窗 這間有大片的落地窗 採光性都還不錯 那我們到三樓 它這個樓梯是方正的 它沒有三角形的結體 很好走 每一層 都是有鋪 尺寸鋪好鋪滿 這是 三樓就是整層的主臥室 很大減 非常大減 連電視都很大 它陽台一樣 跟二樓一樣都是這種落地窗的陽台 只是陽台也都不大 那我們看一下它後面 後面 它是一個小陽台 這裡就是 衛生 就一個很大減的 它有一個泡澡缸 它有一個泡澡缸 很大的泡澡缸 然後它也有 也是有那個開窗的 通風也不錯 也是有一個高級的免治馬桶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後面的陽台 它是一個小陽台 它這邊有一個冷氣的主機大台 然後這個很微型的熱水器 這樣應該看得出來 它應該沒有太陽能熱水器 OK 好 空間還不錯 整層主臥室 就是蠻大的 它這個衣櫃 都是設計好了 整體造型 OK OK 那我們下去二樓看看 然後這二樓 這是工位 這是工位 這邊就 沒有不用 通常不會在這邊洗澡 但是它一樣都有一個窗戶 通風還不錯 好我們看一下 這邊就是二樓的客廳跟廚房 一些 現在的很多建築 他們客廳跟廚房 都是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它都沒有阻隔 就是靠這個 中島 這個中島也可以當餐桌 它這邊 廚房後面這邊 也是有窗戶的 是有採光的 油煙可以從這邊 這邊 有一個 那個 抽油煙機 三口爐 它這是一個三口爐 這有天然瓦斯 這個洗漆 是市中心 當然有天然瓦斯 好 客廳很寬敞 客廳很寬敞 那邊都是寫櫃 櫃子 這樣看整個整體 然後我 因為我的習慣 我拍攝習慣是不太會用廣角 這樣子 看到的跟 現場看到跟你手機上畫面看到的 的那個空間感是一樣的 那我們來中庭看一下 它這個是二樓的中庭 二樓中庭 它這邊有一個樓梯 也可以走下去 走到一樓停車的空間 它這邊戶數不多 我們可以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 總共有五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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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區總共有五戶 OK 好 那我們前面這邊是供其他住戶走 走路的通道 那我們這邊多了一個空間 一個三角形的空間可以利用 平常坐在這邊跟朋友聊聊天 也算還不錯 算是沒什麼緊 好 好 它這邊本來有一個跟剛剛隔壁一樣的一個 連那個水池 小水池它把它反過來了 可能是因為它平常沒有住在這裡 所以怕有擠水 就把它反過來了 那我們去一樓看看 基本上這邊如果你價錢還出得好 家具應該都會送你 像這麼大的電視 電視 還蠻大 應該有七十幾吋吧 好我們去一樓看 一樓這裡就是有一個孝清堂 所以這個是一個 新加坡式的建築物 它這邊 這間衛浴 一樓 孝清堂套房的衛浴 它也是有開窗 在這裡 有一個大片的窗戶 它有開窗 它也可以做乾式分離 然後 還有一個後院 後院我們看一下 窗簾不小心掉下來 這個是檢疫室的窗簾 OK 好 然後 都有冷氣 OK 我們再看一眼它的那個孝清房 剛剛畫面跑掉 OK它有一個它是一間套房 好 那這裡 這裡就是它的那個車庫 它車庫可以停兩台車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邊隔壁 它就是停的兩台車 然後後面是一個巷子 這邊後面是一條巷子 這巷子不大 這後面的巷子 沒有說很大條 但是前面就是我們的建國北路三段 我過去看一下 這邊就是林大馬路了 它是林大馬路 建國北路三段這邊 前面走一點就是五全車站 那這邊 往前這邊 左轉 往前走就是台中火車站 我們就在台中火車站跟五全車站的中間 這是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大樓外觀 不是 秋天的外觀 我們這一區 就我們四五戶而已 的在出路而已 所以平常不會有什麼鹹雜等等 然後算是林大馬路 但是因為我們在內側 所以不會吵雜 沒有什麼太大的噪音 離火車的鐵軌 也沒有很近 所以都 聲音都被前面的住戶擋住了 我們後面那邊也聽不到什麼聲音 那基本上 這邊三千多萬 價格 總價是有點高 因為通常到這樣子的總價 已經有很多人會想要找電梯的偷天別墅 但是如果 你是想要找西區這邊的 要找偷天別墅 可能金額要再拉高一些 才會找得到 那當然你想要找別區的 我們也有 有電梯的 只是在別區 有興趣可以跟我聯絡 我們也都有 那 這32008是反映了它這邊的行情 所以如果你有在找西區這邊的偷天 這種可以接受這種新加坡式的 可以歡迎來找我 真的還是不喜歡 沒關係 我們的那個頻道 歡迎訂閱 訂閱我的頻道 我頻道拍了非常多的那個物件 希望有你喜歡的 然後 然後 真的都不喜歡 沒關係 就是我們 一直都會上新的片子 所以 記得真的是要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支持一下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們 最新上片的物件 那還有就是 如果你興奉好友在找 房子的 不動產的 土地的 歡迎幫我們 轉發分享 如果透過你的介紹 有成交的話 我們一定都有大紅包 我們一定都有大紅包 來給你 大概是我們 我收入的三分之一的金額 好,謝謝你的支持 大概是這樣 謝謝 拜拜